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人如果能在NBA大展拳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们大陆就有姚明 其实台湾也有这么一位 这期我们一家访问人坐一起看一看 是谁在NBA大陆拳脚呢 韦来的篮球早上爆的时候有时候都是9点10点了 对 我刚刚有问他 我说早上去会不会很不习惯 他说比如说9点的这个球赛对不对 他们提到两个小时7点就要到 对啊 对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讯息会更新 过了一晚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啊 有些讯息要更新 对对对 大陪哥是我们韦来的体育台的台长 台长 在韦来曾经坐垮过不少的椅子 是这样啊 这没什么了不起 最重要是可以坐垮很多马桶 是不是真的有此事 真的真的 为什么有此事 坐垮马桶没有 椅子是真的有 就我们就准备一个特别那个 对对对对 我今天看这个椅子我特别不一样 我就觉得应该还好今天不会出球 等一下等一下别动了 已经裂了这里 真的 大陪我们认识非常多年了 对 也有20年了吧 有20年 OK 所以那个时候 但是大陪好像说你在 那个黑人很小的时候就看他打球 他对他中方工商的我都看过他在 我看过他 他 我都在台大看过他们 好了 这期环球奖先看就要这样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